台北宇洋慈善基金会和花莲爱踢球足球协会 共同举办第二届宇洋杯足球锦标赛 今天在光复国中开打 共有来自花东12个学校32支球队报名参加 战况非常激烈 宇洋慈善基金会全力支持花莲足球运动发展 这次他也捐赠了零四零三大地震50万元善款 要协助花莲重建 宇洋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建伟 创办人陈宇洋 与地方长官贵宾共同开球 第二届宇洋杯足球锦标赛也正式开梯 来自花东12校总共32支球队 将近200多位的足球好手齐聚一较高下 其中步伐广军校队前来竞逐 世界杯的乐球 对 心情怎么样 很感谢 怎么说 可以出去比赛 宇洋杯足球锦标赛 从第一届仅有五六十人参加 这一届就暴增到两百多人左右 现见花东地区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 尤其出征全国各大小赛事都有不错的成绩表现 也令宇洋慈善基金会高度肯定与有荣誉 我觉得今天就是种下每一个人 一个将来运动上成功的一个种子 其实运动需要你知道是人都很少 但是我们把这运动推往下去 那学校也没有编列经费来请教练 什么就是教练的经费我们负责 教练的接送小朋友的一些备用 还有小朋友的营养补充 因为你知道踢足球是很好的经费 当初原本关怀捐助社福的 羽洋慈善基金会 五年前与花莲爱踢球足协 一场因缘际会 开始关注花莲足球运动教育 除了每年捐助150万元 协助各校球队聘请专业教练 去年首度开办足球杯赛 让各校球队有切磋球技的舞台 广受地方各界好评 去外面看到我们其实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透由我们教练的帮忙 在这个期间帮助了很多学校组成一个联队 一个活动当然用到很多的机关也好 人选也好 很多人帮忙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羽洋慈善基金会 去把这个活动带老到花莲 更感谢我们未来主人 我们看着每个都有精神 谢谢你们 相较于首届大雨滂沱中开赛 这届选在光复国中足球场开梯 不论是三人还是五人制各个足球小将顶着艳阳会看奔跑 不放过得分的机会战况激烈 全力支持花莲足球运动发展的羽洋慈善基金会 所以次有感于0403强震重创花莲 不仅力邀国人来花莲游玩力挺 也捐助50万元善款协助花莲重建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